在电影《十二夜》里 跟孩子们分开的黑狗小妈 现在被咖啡厅老板娘任养 很乖 很黏人 大家都喜欢她 我觉得她可能是有经历过 一段就是被弃养的那个过程是 我觉得她反倒是跟人 她更想要去黏人 而且更人是更轻的 所以大家 她只要到我们店里的时候 可以摸她 她就把她翻顾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轻人 另一只送锁里的狗狗老兄 已经超过十岁了 又老又病询问度超低 最后是隋唐于心不忍 决定把她带回家 跟隋爸爸作伴 当初的话 她到家里来 我们带她出去散步啊 她等等说她是较落寞的 因为她可能毕竟有一段 不太快乐的过往 然后现在呢 我是不知道她幸不幸福 但是认识她的人 都知道说她胖了 很多人说怕现实太残酷 画面太悲惨 不敢进电影院 现在看看这些狗狗得救后 幸福快乐的模样 或许能冲淡绝望 带来一些希望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